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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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說真的不知道你是誰 你很厲害 我會給二汶媽媽 60分左右 雖然二汶很喜歡她媽媽 很疼愛她媽媽 但她沒有去想到 那個女孩究竟是否開心 我就會覺得她自己不知道 但其實她無形中 給了很大壓力的女兒 我會給二汶88分 都很高分的 她不僅注重自己的學業 她也是一個真的懂得去體諒大人 亦都懂得 其實是一個很有禮貌 很懂得體貼其他人的小朋友 很懂得禮養 我覺得其實學業 品德永遠都是比學業成績更加重要 60分媽媽就是她了 方太 家庭主婦 相夫教女 家頭細務 女兒學業 通通由她一手包辦 而88分的女兒方耳文 不僅是一個讀小六的女生 還是旁邊眼中的鐵人 因為她小小的年紀 除了上學 就是遊走於泳池 舞場 畫室和舞雜社 她的時間表和大家一樣 都是一個星期有七天 但由一到七 她要參加的 學習的 已經忙到她不知道 休息兩個字怎麼寫了 假如她們交換角色 女兒見母職 媽媽變女兒 學這個學那個 對她們的生命底蘊 又會有什麼影響呢 現在就由女兒的強項 游泳開始吧 很辛苦 很難 在水裡面完全控制不到 自己的手機 因為MISS說是容易的 但在水裡面是感覺不到 初學來說 她這樣的話 最容易 因為娃娃星來說 意渴難星 大人見你每天都這樣教練 你行不行 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她初學的感覺 和我現在平時 在水的時候的感覺 都是一樣 很辛苦 由拿過不少泳賽獎牌的倚文 說練水有多辛苦 就最持平了 她天天游 月月游 一游四千米 真的可以說 她不是在家裡 就多數都是游泳池 難道小女生的偶像 是孫陽和葉思文 飛魚 真的這樣就可以練出來嗎 其實女兒這麼努力練水 除了為了強身健體 還是為了升到一間好的中學 聽起來很無奈 但這一個就是 現今小學生的眾生相 但過了今天之後 女兒如果跟你說 媽媽我想以後都是這樣游 不變 行不行 我就不想她這樣放棄 因為其實很難得才可以游 到現在這樣的成績 如果她覺得辛苦 我覺得可以游少些 對 如果說放棄不游 我覺得很可惜 難得可以入到校袋 加上她其實不是代表自己 代表一間學校 阿姨有沒有想過不學游泳的 成績的一刻 有時候有想到 因為太辛苦了 沒有玩的時間 或者是有時 有時的時間 如果不用你比賽 你會不會去游泳 你會去游泳 或是怎樣 要去游泳 那你想跟誰游泳 媽媽 為什麼 因為和媽媽一起游泳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从旁觀者角度來看 我覺得小朋友很辛苦 覺得很慘 因為事實上 媽媽可能很多事情做不到 但她將那件事寄討在女兒身上 反而要女兒去學跳舞 學游泳 然後學其他東西 但其實在用另一套標準去要求女兒 其實女兒的壓力很大 我覺得她在用一套標準 就是她心目中想女兒做到怎樣 然後就會命令女兒去做 不過現在很多家長都要子女多才多藝 還要不另類的不學 不然怎樣可以在同學子裡突圍而出 並且入到一間家長心儀的中學呢 所以接下來就要去學滑雪 蛤?其實以問是否要讀一間國際學校呢? 要求這麼古怪的? 錯…這個活動是幫方太報名的 都說要互換角色 那媽媽的時間表裡 又怎會少得要她學這個、學那個呢? 好,眼睛,妄想力 感覺到一竅腳趾,你就停了 當你撒平了,沒有了速度 你就會坐下,好嗎?可以嗎? 我問問你,你明白嗎? 明白… 真的嗎?明白,但向後的力量 自己控制不了 她說停在一個點裡,但我停不了 她好像在前後都用 好,停 好,很害怕,很緊張 你覺得今天媽媽,她學到嗎? 學到 媽媽其實學很多東西都學到 但她自己又會覺得自己學不到 她覺得是否她經常都會這樣學 嗯…是 什麼情況都說 最初學跳舞的時候 就是要在音樂上秘書拍子 然後音樂聽得到 她都自己就說自己聽不到 好… 好… 初常做媽媽滋味的耳文 不用練這個學那樣 不過,就要試一下她這個年紀 不會體會到的事 就是上班了 林太 這間家庭式作業的公司 其實是方太翻兼職的地方 主力做燕匯禮物的包裝 手掌眼見 以問應該不會弄到一鍋抱吧 是 林太 覺得女兒做得怎麼樣 我覺得身手來說非常好 只是示範了一個 而且很快就可以完全做得對 厲害 我覺得方太太緊張了 她經常都覺得女兒 好像不是很好 還不是做得很好 對,我覺得很好 不用那麼緊張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她太照顧周到 因為我有問過她 有沒有女兒幫忙 她就說 小的 比如說拿刀又怕她受傷 有很多事情 又覺得她小時候做不到 而且因為她覺得自己照顧她 她讀好些書 我就可以了 有這種感覺 女兒上班初體驗 幸好媽媽的兼職 不是會計 不是收銀 不用擾盡腦汁 也不需要日曬雨淋 小小心靈面對成人世界 算是一種難得的體會 如果要你做一份工作 將來你做不做 都是考慮 為甚麼 因為比較輕鬆 輕鬆這兩個字 在疑問口中說出來 就絕對不輕鬆了 童年不是應該快樂無憂嗎 為甚麼家長的期望 會變成單紙 一下一下不停落在小朋友身上 這些問號等著媽媽的解答 我在大陸出生 我1997年才來香港 讀書比較少 其實我在香港沒有讀過書 一來就找工作 我在大陸剛剛中三畢業 有點後悔讀書讀那麼少 來到香港不繼續讀 我可能因為這個背景 所以我也想我自己的子女 可以多讀書 起碼翌日出來找工作 不用那麼辛苦 讀多書少 出來始終是吃虧 如果讀多些書 起碼都不用日曬雨淋 或者不用搬搬台台 起碼坐在寫字樓會輕鬆些 不會那麼辛苦 所以我總是希望她可以讀大學 我的心願是這樣 我希望考到媽媽想我進入中學 成績方面 就要學業和運動和平時的比賽 獎牌等等要很平均才能進入中 我理想中學其實是朋友和同學之間 相處很融合 不要只讀書 沒有一些休息的時間 不想你輸 所以叫你用功讀書 但用功讀書 是否又確保人生路上不會輸 有多少父母 聽過子女心中的夢想 她自己想做畫家 她跟我說 因為她其實沒有想過 完全沒有想過自己將來想學 做甚麼 沒有一個目標 然後我跟她說 我畫家找不到顏色 我先生很典型 她又覺得不需要逼得女兒那麼緊 她覺得… 你贊不贊成 我覺得不贊成 你們打她的祖母 我和我太太有時 對管教方式也會有些分歧 如果將來英文讀不到書 但都很乖 我都會接受 我覺得其實最重要是乖